歡迎收看今日的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康縣イン・オット遭多次罰款 週二被勒令關閉 保衛家園 北加美洲原住民拯救鮭魚河流 第二輪紓困金持續發放 本週再發115萬筆 2022全球10所最佳大學排名 美英獨占凹頭 首先帶你看到週二10月26日 北加州一家イン・オット漢堡連鎖店 被縣衛生局多次警告和罰款之後 最終勒令關閉 而歇業原因是未檢查 唐食顧客的疫苗卡或檢測結果 來看報導 北加州康特拉克斯塔縣衛生局 於週二宣布 一家位於普萊辛特希爾的 漢堡連鎖店イン・オット被勒令關閉 新聞稿中稱 這家漢堡店多次違反康縣的衛生令 沒有檢查唐食顧客的中共病毒疫苗接種證明 或陰性檢測證明 在縣衛生部多次警告和罰款後 暫停了這間漢堡店的食品經營許可證 對此 イン・オット發表聲明表示 將拒絕成為任何政府的疫苗警察 並堅決反對任何強迫私營企業歧視 選擇顧客的相關規定 イン・オット認為 當局的做法屬於過度干預 並具有侵犯的意味 康縣衛生局表示 イン・オット普萊辛特希爾分店可以針對罰款和被暫停的食品經營許可證提出上訴 但如果這間漢堡店堅持不對所有唐食顧客進行疫苗卡或檢測結果的檢查 將不得營業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極端乾旱對生活在加州和俄勒岡州邊界的鮭魚不利 一個依賴鮭魚和當地河流的加州北部美洲原住民部落 正在努力挽救他們的生活方式 靠近加州北部邊境的湖帕古保護區 居住著大約3200人並組成了湖帕部落 生活方式以三一河 赫拉馬斯河以及生活在其中的鮭魚為中心 如果我們的河流乾淨的話我們會死 因為我們會生在河流的河流 我們所有的河流是在河流的河流 我們會從河流的河流 去喝喝 所有的河流流的河流 那是我們生活的 湖帕部落居民在捕獲鮭魚後 進行勳制以便保存 再與家人分享 對部落來說 鮭魚是環境健康的指標 然而加州長期乾旱造成河流溫度過高 已經導致鮭魚難以生存 1908年至1962年間 在三一河與克拉馬斯河中 安裝了四座水利發電大壩 大約100年來 大壩阻止了鮭魚到達太平洋 繼續它們的生命週期 為了避免鮭魚滅絕 克拉馬斯河孵化場將鮭魚苗 先運往三一河孵化場 然後再到太平洋 去年11月17日 加州和俄勒岡州的州長同意在未來三年內 拆除克拉馬斯河上的四座水壩 幫助河流生態恢復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本週加州將向有資格獲得州政府第二輪紓困金的民眾發放大約115萬筆刺激資金 包括40萬筆直接存款 以及72萬張郵寄支票 加州稅務局日前宣布 將在本週為符合條件的115萬加州民眾發放第二輪的600美元紓困金 本週紓困金的發放將包括約40萬筆直接存款和75萬張郵寄支票 提供銀行賬戶的民眾可以直接在賬戶中查到款項 而選擇郵寄支票的民眾通常需要三週左右時間才能收到 另外郵寄支票的發放順序是根據郵政編碼的最後三位數字 分批向符合條件的民眾寄出支票 事實上 這筆紓困金是加州發放的第二輪 屬於荆州刺激計劃的一部分 這項計劃將為加州三分之二的民眾提供120億美元的救濟金 相關條件包括 申請人的2020年收入不能超過7.5萬美元 此外還必須提交2020年報稅表 有社會安全號或個人納稅識別號碼等等 民眾可登陸加州稅務局官網獲得詳細訊息 截至本週 加州已經有約450萬名納稅人收到了這筆紓困金 總額約為32億美元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報導 中二 10月26日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發布了2022年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哈佛大學再登榜首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今年的大學排名 共對90多個國家的1750所院校進行了評估 評估指標包括對學校的研究聲譽 教師出版物和國際合作等13項 今年的評估結果和往年類似 美國的大學仍在排名中佔主導地位 10所最佳大學中有8所來自美國 排在榜首的仍然是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緊隨其後 除了美國名校之外 進入前10名的還有兩所英國名校 分別是排在第五名的牛津大學 以及排在第八名的劍橋大學 再來看到香港立法會周三 10月27日三讀通過了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 禁止上映所謂不利國家安全的電影 新的香港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 將對影片中是否存在 所謂的鼓動、美化或支持被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進行審查 同時授權政務司司長 對不利於國家安全的電影 撤銷其核准證明或豁免證明 如果上映未經豁免或核准的影片 最高可獲刑三年以及100萬港幣罰款 新立法立即引發國際社會廣泛批評 認為是對香港自由的進一步侵蝕 路透社援引香港金會大學電影學員副教授吳國昆的話說 將國家安全條款引入電影審查條例 明顯是一種政治審查 反送中紀錄片《世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表示 新條例將會損害香港電影業 加劇自我審查 加劇電影人的恐懼 再來看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 美國國務院將成立新的網絡安全局 以應對來自中共和俄羅斯等海外黑客的攻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份內部的備忘錄中提到 為應對21世紀面臨的挑戰 國務院需要做出結構性的改變 包括設立新的部門和任命新的特使來處理網絡政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賴普斯說 將成立一個網絡安全和數位政策局 重點關注三個關鍵領域 包括國際網絡安全 國際數位政策和數位自由 來整合網絡議程的核心安全 經濟和價值觀問題 國務院還計劃指派一名新的特使 主管關鍵和新興技術 並與美國的盟友 合作夥伴一起 通過多邊論壇來領導當前的技術外交議程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名譽綜合報導 稍後帶您看到 公安局報案遭猥褻 陸籍女子接警員惡行 歡迎回來 來自中國天津的東美女士 近日在接受本臺專訪時 揭露了中共公安對她的迫害暴行 來聽聽她的故事 原大陸天津某大型國營企業技術人員 東美女士 回憶起約在2000年時 每天下班回家就感到身體不適 但在單位上班時 卻一切正常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重感冒 咳嗽 流鼻涕 頭痛 頭暈 流鼻特別的厲害的 重感冒 然後呢 我就想去醫院 去醫院呢 我們單位考勤比較嚴 所以我就想 我先到單位去報個道 然後去醫院 從我們家到單位 騎自行車 需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結果到單位以後呢 她就好了 然後就這樣呢 好幾天都是這樣 對此 她決定到公安局報案 但報案後不但沒有被受理 還遭到警員的猥褻 在辦案的過程中呢 這個警察呢 特別的壞 她自己都說了 最壞的是警察 那麼我們家的毒氣嘛 她說我去你們家看看這個毒氣 到我們家以後呢 裏裏外外的看完了 看完了以後呢 然後呢 我就坐在沙發上了 然後她站起來以後 她就 她就脫褲子 然後呢就 隨後她也到公安局 針對被猥褻的事情報案 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此後 她感覺一直受到家中 毒氣的毒害 到2012年左右 她到信訪處上訪 警察終於到她家查找原因 最終找到了毒氣裝置 我們住的是樓房 六層樓的樓房 在樓頂上有一個槓管 從上邊一直通通到我們臥室 做了一個裝置 毒氣發生裝置 雖然想繼續追蹤案件 但遭到公安部門的應付和推脱 都沒懷疑 毒氣裝置的存在是想逼迫她搬家 因為她家與天津市公安局和西分局相邻 在樓上可以看到分局的院子 後來 她曾六次搬家 期間又遭到惡人投毒迫害 詳情請看下集分校 新唐人記者楊陽 徐秀慧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有請教委 在兩邊 請教委 請教委 本來 請教委 請公司 請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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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委 請教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